大家好,我是默克生 在内蒙古霍荷浩特,有一家猛和轩古玩店 这个店的东西,让人一看就知道没有假东西 就像这幅字一样,浮沉献珍宝,会也能断尾 这些东西看得不起眼,但却是古今中外二战时候的产品 有一些还是一战的 我听王老油说,这个是干扰器 电台干扰器,老油对干扰器非常得意 他说这是最好的东西 封印机也很好,有很多是英国的 有一战有二战的 这些火莲在其他地方很少见 而且这么全 大家知道这一个多少钱吗? 三千块钱起步 马,弓箭,火莲 是过去蒙古男人的三剑宝 而火莲打出来的火 源于长生天,象征的光明 这边就是蒙古族用的东西 这些东西要下去收 二三十年前这东西非常普遍 大家也没觉得这是什么好东西 包括我在内 这是一整套马鞍 这些靴子,包括还有一些绣花鞋 都是一些让人意想不到的收藏品 二三十年以前还可以收到 现在少了 这是结婚的时候 摆在那个前面的,码头前面的 有个镜子 辟邪吧 弓箭 老爷子这些东西啊 全都是真金白银的石家伙 都是真东西 这托铃 有大有小 根据托队的大小而挂 不同的托铃 托铃的主要目的 一个是防野兽 一个是防走势 这些瓷器有懂行的吗? 但是可以看得出 这是过去的东西 这些马鞍子 马灯 既是古董 又是家庭的吉祥摆劲 大家知道为什么 在内蒙家里都要摆马灯吗? 对对对 然后刚才老爷子说 这个马灯 上面有个灯 就是马上灯高的意思 大家看看这些马鞍子 可能某一看不起眼 但是这些东西老爷子是不卖的 因为这些东西都是原先王府里用的东西 而且都是明清时期的 再也收不到了 所以特别的珍贵 像这种宽的马鞍子 就是王爷用的 而上面这种窄的 都是公主用的 这马鞍子往外租了 是吧 一年六十万 明清的 全是公主 王爷起的 是吧 用出去216 对 我听这个老爷子说 这些马鞍子15万到70万之间 而且不卖 这些汉烟袋 在我小的时候随处可见 现在也都成了老物件了 这是蒙古人随身一袋的小刀 在清朝的时候 特别是乾隆时期 它是满族人和蒙古族人 必须要佩戴的 在吃肉的时候 不可以直接用筷子吃 从而彰显油木和汉人的区别 这是各种剃刀 在剃刀到右上方 有一些骨头做的东西 大家知道这是什么吗 是蒙古人用的烟袋 这东西倒是不贵 一百块钱一个 这是过去用的锁 它的珍贵之处也是在于成套 单个的话价格就大打折扣了 你们筷子也够用了 老八娘回来了 也别说这是金屎 金屎兰子少 太贵 这才朋友卖了 要三万五了 我说三万五都不要了 便宜了五千 大家看看这些东西 应该都认识 但是你能猜到它的年代和多少钱吗 老爷子这些冲头有铁的 还有石头的 真是种类特别全 从勤汉开始 现在 太厉害了 据老爷子说 这个三千万有 全套 全套 三千万 加上秤杆 是吧 这个你能猜到吗 这边是些牛奶桶 奶壶 还有一些煮肉猪的茶壶 都是些蒙古人日常用的东西 现在还看得到 包括这些马上用具 去草原深处 还可以收得上来 这些东西我都不认识 这个得上网上查去 太多了 太多了 哦 你说是 我还真不知道 这些都是银的 五六千一个 老爷子说 你和马卫图他哥哥挺熟 是吧 马上路 马上路 哎呀 多年不见了 他主要做瓷器的是吧 他 瓷器也搞 主要是瓷器 主要是瓷器啊 呃 瓷器也搞 好 你们中间 这个有没有上面这些物件的交流 有 老爷子怎么全称 怎么称呼 称呼 王殿河 王殿河 这就是老爷子说的这个称杆 哇 真是不得了啊 看看 这东西 很多都没见过 都没见过 都没见过 下面也是 这箱子 看着就好 大家知道这些是什么东西吗 这就是过去成金银啊 一些贵重东西的等子 天平 所以看到这些东西啊 我感觉有些老物件还是不要扔的好 只要家里有地方 就放着吧 算是给孩子的一种投资吧 因为很多东西我们享受不到 而且到老了 钱也没有用啊 有些东西呢还可以欣赏一下 就像这种天平 其实在小的时候 家里都有这种算法 只不过到现在早都不知道去向了 这就是一个博物馆 说实话 来了以后你看嘛 可能要是仔细 那个呈下去那一看啊 可以看半天 也许半天也看不完 就是细细看 哎呀太厉害了 他还一仓库东西呢 关键是 啊太厉害了 那么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对 对 对